煮熟的香腸切片 淋上厚厚一層番茄醬 撒上咖哩粉 一道咖哩香腸就完成 口感濃郁又有層次 咖哩香腸是德國上千種香腸料理中 最有特色的一道 外國客和當地人都愛吃 德國人甚至一年吃掉八億份 說咖哩香腸是德國國民美食 絕對不為過 這道令德國人著迷的小吃起源於二戰後 一九四九年九月四日 柏林一名香腸小販 因應當地美國人愛吃番茄醬的習慣 加上跟英國士兵購買的咖哩粉 推出了獨一無二的咖哩香腸 承載滿滿歷史記憶到今年九月四日 咖哩香腸已誕生七十五年 它越來越受歡迎 還發展出素食口味 大家都要嘗嘗成一般的味道 因為它仍然像是德國食品一樣 在咖哩香腸七十五歲這一天 店家一如往常擠滿人潮 愛好者認為 咖哩香腸已成生活的一部分 不只七十五年 未來這道特色美食也會持續流傳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 我是林仙怡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